大家好,我是刘真 汽车圈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是欧盟决定从2035年开始禁售燃油车 是欧盟议会投票决定的 赞成票站的大多数 反对票虽然有也不少 但是还是通过了 接下来可能还有一系列的流程要走 但是这个事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也就是说整个欧洲大概还有12年的时间 就要全面的禁售燃油车 到时候现有的燃油车是可以继续开 但是不会再有新的燃油车卖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预示着这个汽油车时代 可能也就真的即将过去 而这个2035年禁售燃油车 那就说明新能源汽车 这里不特指电动车 有可能是轻动力 或者是十年之内会出来什么新的 谁知道会出来什么新的 是吧 石墨锡电池什么的 反正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里程碑吧 对所有的新能源汽车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对所有的汽车厂商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致命的坏消息 所以你可以想象欧洲的那些 欧洲的那些反对票都是谁投的 因为欧洲有那么多的车厂 那么多的汽车品牌 非常多 全世界最多的 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很好 很强的这个汽车工业的悠久的历史 有的很多都是上百年的 然后这一下子 他们即将在12年之内 就被判死刑了 当然你肯定他们会转型 已经很多已经开始转型了 像奔治保马和地都开始转型了 很多车厂都已经开始做自己的电动车 大众也是 但是毕竟啊 人类进入汽油机时代 进入内燃机时代啊 这是整个人类文明腾飞的一个标志 一百多年过去啊 这个时代即将如此终结 因为欧盟一旦禁售啊 很快北美就会跟上 地球上最最大的两个市场啊 即将啊告别汽油车 中国我们作为新兴市场来说 我们对燃油车的这个限制是更多的啊 其实我们是走在了更前面 所以你就想想 这是世界上可能 内燃机时代就要这样结束了啊 未来你打开一辆汽车 它的前面是前备箱 后面是后备箱啊 它没有了那个 那些这个看起来极其复杂 然后运动起来会产生那种 令人痴迷的声音的咆哮的声音的那种 机器那些猛兽啊 那些人类工业文明的结晶 那些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科技文明的精华所在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那些机器 即将消失 你想想这每一个汽车的品牌的后面上下游是多少的企业 是多少的 是多少的公司啊 有多少的就业人口 而且有有很多人像欧洲那些老牌的这个汽车企业 他们背后的那些人都是可能是几代人都在做内燃机 几代人都在用手工去打磨某些东西 哎突然整个这个市场将不复存在 这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时代到来了啊 他们就终结了会有新兴新兴的产品进来啊 特斯拉搞定了啊 但是特斯拉的工人产业工人和你原来这个做内燃机的那些产业工人 他是一拨工人吗 以前的那些工人他的手艺还用得上吗 所以真的是你可能是会被时代替代了 而是你的手艺不需要了 不被需要了 所以想一想是不是一件很挺恐怖的事情 不能用恐怖还行动吧 是很震惊的 就仔细想起来啊 我们的汽车时代 汽车时代要结束了 以后你的所有的车只能叫做车 他不能叫做汽车了 没有汽油了 没有柴油了 再你再想一想 未来可能是一年之后 所有的车都已经不需要汽油和柴油了 那所有的石化产品也会受到影响 石化产品的成本也会受到影响 整个产业链也会受到影响 当人类都不再需要这些油的话 整个世界的平衡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地缘政治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经济就不用说了 对吧 以前欧培克那些国家石油多牛逼 那以后如果地球人不再需要石油了 或者不再需要大量的石油了 他们把石油卖到多少钱 合适呢 这些能源依赖 依赖能源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想想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很让人感慨的 时代的终结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是电动汽车一统天下 还是轻动力异军突起 我觉得在三五年之内就会有分析 这个东西 我现在我不想说我看好谁 因为很多东西 最后能形成标准的 能统一市场的 并不是最先进的东西 而是能最优最优的找到这个效益和技术的平衡点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包括像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标准 这个HDTV的标准 最后被蓝光统一 然后各种接口 你说谁哪个接口是最好的 不一定 技术上可能有很多接口 更好 可能最有性价比的那个一统的江湖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 确实轻动能很好 但是电动车会不会一统江湖 我个人观点 现在的电动车技术的话 肯定还会有新的革新 现在这个技术 电池技术 肯定不行 它一定是在下一代的电池技术之后 再和这个轻动能 它会做一个选择 到底市场最后是以谁为主 欧盟2035年禁售汽油车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所以挺感慨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起这个来就比较激动 因为每一个男人 学业中都留着一个 这个这个机械猛兽的梦 以后可能都有一种电车 那种声音 想想不够激动 那种发动机的咆哮 V8带来的这个 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刺激的快感 那种这个血液在奔腾的感觉 那种刺激 以后还会有吗